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BOA美国银行团购已经顺利结束 30个团购优惠名额已满 目前已经有12位小伙伴顺利开通了账户 其余的小伙伴还请耐心等待 预计5月内可以全部开通完毕 如果其他的小伙伴想要办理BOA账户 也可以联系我 可以常规价格办理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拿到BOA账户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修改邮箱网银这些信息 因为你刚拿到账户的时候 信息是办卡中介提供的 有很多安全隐患 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修改这些信息 这样账户的控制权才会完全是自己的 别人是没有办法登录使用我的账户的 修改初始账户信息 一般的小伙伴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本期节目我就和大家分享 5个常见的问题解决方法 包括 第一不能挂代理网络太慢怎么办 第二不知道哪里修改邮箱网银怎么办 第三不知道如何保证借记卡信用卡的安全 第四不知道如何转账怎么办 第五不知道如何绑定PayPal怎么办 今天我会向大家详细演示操作过程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境外资金账户的办理 以及个人投资理财的知识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今天的话我从办卡中介那里搞了一个演示的账户 现在的话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 开完账户 然后收到网银之后 如何在网银上面 去修改邮箱 修改密码 然后修改地址 以及修改登录密码这些信息 手机APP的话 它整体操作的话 逻辑比较清楚 然后也界面也比较清爽 所以说建议大家在手机APP上操作 当然你在网页的网银上面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首先登录的话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就是用 代办中介给你的那个 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 首次登录的话 需要到邮箱面去接收一下验证码 这个的话 我在那个YouTube视频里面 已经去跟大家去演示了 在网页的网页 和保重别的关键 和保重其他证码 在网页的关键中 所有的关键的关键 在一间的关键 看到和保重其他证码 与用户类账的关键 和保重其他证码 开放手机 划一方便 安全保重其他证码 在网顶上 的网顶上 你会责任我们的功能 好,下面的话登录成功之后的话是这样一个界面 是这样一个界面 手界面的话是就是你账户的一些信息 好,我们直接去到菜单 就是手机APP最右边最右边这个菜单这里 菜单这里点开 最下方最右边菜单这里点开 点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设置的选项 首先第一个点进去 这个地方点进去的话 就是可以去设置你登录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第一地方点进去 你可以去更改你的一个邮箱 首先他现在的话默认是绑定词中介给你那个邮箱 你可以去点进去 然后把中介给你这个邮箱改成你自己的一个邮箱 然后邮箱发送给你什么信息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设置 输入完成之后的话点击确认 然后这边的话邮箱就可以去更改成功了 下面的话是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你可以自己去进行个添加 在后面的话物理的地址 物理的地址的话是这边的话暂时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的话你的实体卡片是要寄到这个地址上面的 如果说你实在是想修改的话 你可以等你收到你的借记卡之后 然后把它修改成你 比如说你美国朋友或者你转窗的地址都可以 但是的话我个人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修改 好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登录的一个ID 这个ID的话就是你现在登录的话是中介默认给你的 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个新的一个登录的ID 第二个的话是密码 就是你现在一个网易的密码是什么 然后你设置新的一个网易密码 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指纹的话 你可以设置是不是要用指纹去登录 这个的话其实很简单 点一下同意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去通过指纹去进行一个登录 好在下面一个登录历史 我就不点进去看了 后面的话是记住这个设备 就是如果你常用的设备的话 你让它记住就可以了 之后的话就不用频繁的去输这些信息了 这个功能的话就是你使用微萨卡的时候 他那个APP会获取你的一个定位 这样的话就保证你账户的一个安全 这个的话你可开可无开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吧 好的在后面的话是第三方网站的一个授权登录 比如说如果说你绑定了你的一个PayPal账户 这里的话就会显示 好在后面的话一些设置啊 第一个的话是通知 这个我们可以去点击快速设置 好允许发送通知 好允许发送通知 好这个界面的话就是设置 你再有哪些操作是需要给你发送通知的 这边的话你默认的话就是这些全部已经设置通知了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实际进行 第二个的话是安全通知 建议的话大家如果人在中国的话把这些通知都打开这样的话你账户有任何的异动你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五指化的一个一个设置 那就是你的一个账单 然后还有一些税表这些是要用电子邮件去寄给你还是要寄到你的一个实体地址 这个你可以进行设置啊 这里的话都建议大家设置成那个通过email来进行寄送啊 因为你寄到你的转运地址的话你也收不到的 好的在后面的话这边就是你的一个借记卡的一些信息 从第一张卡的是你的借记卡借记卡的话你刚开始还没有收到这张卡没有收到这张卡的话是不能进行激活的他这边是灰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你已经收到这张卡之后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直接点击那个第一个就是激活 激活他之后然后激活的时候你输一下你卡的一个呃有效期还有你背面的一个验证吧 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去激活成功了 好激活成功是这样一个界面 如果说你人在大陆的话建议的话你这张卡不用的话你可以点击第一个锁定就把你这张卡锁定住这样的话就是会这样的话就会防止你这张卡被盗刷 去点击下面的一个锁定就可以了好然后这里的话是他他是有一个反线的卡这边卡的话可以更改你的一个PN这个PN的话就是中介开完账户之后给你那个PN你在这里可以去点击 第三个选项清洁然后到这里直接去进行一个修改就可以了好下面语言选项语言的话是呃只有这两种选项的 没有中文的啊以上就是如何去通过呃美国银行的手机APP去更改你的用户名更改你的密码更改你的邮箱还有更改你的PN 这些的话大家在收到中介的呃开户成功的信息之后一定的话第一时间登陆把这些全部都修改掉这样的话你这个账户的控制权就已经完全的在你的手里了 然后中介那边代办的人那边是没有办法再去登陆你这个账户的 然后最后的话再跟大家去讲一下如何去那个呃进行一个转账转账的话大额的话大家去直接去在那个网易内进行进行一个电汇就可以了 但小额的话他有一个呃和zell有一个合作我们选择第二个transferzell就是你通过zell这个服务的话你可以很方便的给其他的美国境内的一些银行账户去进行转账 Zell in our mobile app is a fast safe way to send and receive money with friends family and businesses you trust no matter where they bank in the U.S. with no fees in our app here's how to use it sign into our app and tap transfer Zell if it's your first time using Zell tap setup follow the prompts to enroll which include adding your U.S. mobile number or email that others can use to send you money say you want to send twenty dollars to Tim for yesterday's lunch in transfer Zell tap send enter Tim's contact information or select Tim from your contact list enter the amount select the account and tap continue verify Tim's information is correct then tap send if he's already enrolled with Zell Tim will get a text or email saying you sent him money and the funds will go directly to his bank account if he's new to Zell the text or email will include a link with instructions on how to receive his money you can also request money like rent from your roommates or to split expenses for that weekend trip keep in mind with Zell your money moves from your bank account bank account to someone else's in minutes so it's important you know and trust who you are sending money to and never use it with others who you don't know or to pay for goods and services you've not yet received so next time you need to send or receive money just open your bank of America app and tap transfer Zell 下面简单跟大家演示一下PayPal如何去绑定美国银行的账户我们打开PayPal点击钱包选择关联银行账户点击美国银行 然后他就会跳转到美国银行的一个网银登录界面 因为他是大家尽量不要挂代理去啊所以说他的速度会有点慢大家耐心等待吧我差不多等了两三分钟这个网页才出来好这边去输一下网银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同意并且链接 这里的话大家也需要耐心等待我差不多也等待了快五分钟的时间 好的接下来他会发一个验证码到你的美国银行绑定的邮箱里面 我们到邮箱里面去找到那个验证码然后把验证码去填写到这个页面就可以了好点击下一步 好这里看到已经绑定成功了 我们在钱包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美国银行的这个支票账户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讨论 如果你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另外我的会员节目也正式上线了 在会员节目中我会和大家具体分析美股中现在最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另外还有会员专属电报群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美股投资的心得 如果你想在美股盈利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